好近期这物价真的是涨翻天 但是有业者是佛僧来的 有网友就分享自己在新北市新装 买了两个便当 三菜一肉居然只要一百块钱 好 实际来到这家便当店 其实可以发现还没到中午的用餐时间 已经大排长龙 不少人就看准了铜板架而来 菜色非常的丰富 主餐呢 也有鸡腿或是红烧肉等等 而且一个便当真的只要五十块钱 拜托起来 拜托起来 往前走 小小摊饭还没到用餐时间 就已经大排长龙 红烧肉排骨下锅油炸 四个工作人员急在小小摊商手忙不停 生意超好 因为这里的便当只要铜板架 青菜咖喱以及各种的西洋菜色 其实通通加起来这样一个便当 其实价格只要五十块钱 这个便当就是物巢所值 就五十块而已 别人介绍 这个很便宜 又很好吃 航阿来的便宜美食附近民众都知道 甚至买到的网友还po文附上便当菜色 两个只要一百元反串直喊有够虾 比一比五十元便当菜色 茄子菠菜 卤豆仑三样菜 还有一份肉主餐 看看同样规格的便当红烧肉主餐 配菜只有笋丝豆腐萝卜 就已经要八十元 超佛价格到底如何办到 业者用大量进货墙底通膨 但附近同板家便当不止这家 另一家附近的便当店原先也标榜五十元 但碍于压力三月起调涨五块钱 像那个我们那个棒腿啊 就真的长得很夸张 我朋友在卖菜卖鱼啊 他就是就会比较算我便宜一点 万位企长业者立抗通膨 维持便当同板架 能称就称要帮消费者守住荷包 记者黄志祺 黄教维 新配小朋友到